猪丹带娃逛菜场 素颜出镜 脚上一双拖鞋 让网友想起家中老母亲猪丹 应该算是娱乐圈里面比较接地气的女星 在工作上一点都不满河 但是在生活中 俨然是一位老母亲 大家都知道 猪丹现在基本把生活的重点 放到了家庭 经常在微博中发布女儿的照片 虽然大家都看不到她女儿的正面 但是从背面和侧面 还是可以看出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宝贝 前几天猪丹又在网上晒出了一组 带着娃出来逛菜场的照片 当天她戴着白色的鸭舌帽 身穿白色的短袖 牛仔短裤 和一双平底的拖鞋 虽然是素颜出镜 但很多网友更关注的 却是她脚上穿的一双拖鞋 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 这样的拖鞋 可以说是普通家庭主妇的标配了 很多网友表示 让自己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 只见她俯身去斗推车上的女儿 画面非常的温馨 小编不得不说 这位才是了不起的明星妈妈 在女儿面前 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 后来她推着女儿去了水果摊 画面真的算不上为美 非常的真实 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看来在生活中 朱丹是没有什么明星光魂的 在女儿的面前 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妈妈了 买完水果她推着女儿 漫步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 大家都知道在结婚之前 不管是主持还是演戏方面 她都比较出次 自从有了女儿之后 她只要有时间就陪在女儿的身边 真的是比较羡慕周一维 能够娶得这么贤惠的妻子呢 生完孩子之后 她很注重健身 本来就是一米七的大高个 加上疯狂的健身 她的身材 显得非常的苗条 而且健康 不过相比之下 她的女儿真的要说是白白胖胖的 她是白胖胖的